王安你好 歡迎收看掌碟密碼 我是曾偉 台股今天有多空震盪中場收漲75點 收在16255點成交量 縮到2979億元 今天的盤是如何分析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顧的張宇明分析師 主持人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盤面上的觀察 先來請教宇明老師 好 近期的盤勢震盪比較激烈一點 面對這種盤勢 我們應該如果來操作它 最近我碰到一個 算是非常大的一個客戶 他到公司來跟我肯談 他說 請問張老師 你操作的紀律是什麼 你操作的依據是什麼 你不能跟我說 我看一個報紙新聞 我看一個電視台的財經台 講一個股票 然後你就帶我們去買股票 這我是不接受的 他問我紀律是什麼 我操作的原則是什麼 所以我就把書拿出來給他看 我說這就是我的操作紀律 我把它寫成股市一路600折 這每一本書都是200折 後來我又寫了三本書 這是操作的心法 這總共有300折 所以總共有900折 這就是我的操作紀律 我操作的心法 我操作應該遵守的原則 任何一個股市贏家 他在判斷的過程 他不可能看一個報紙 15塊買一個報紙 然後就看這15塊東西去跟客戶做一個決定 讓他買幾百萬幾千萬的股票 這完全是不對的 也不可能這樣做 就像你看市面上看到很多做大生意的人 今天要參加一個工程的標案 要100億的工程 他要看一個報紙然後就來做這個工程嗎 決定買這個工程嗎 不可能 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說股市贏家 他心中一定有個紀律在 這個紀律是不可以違背 不可以打破的 我常常看很多美食的一個專訪 說真的我喜歡去吃美食 有時候吃不好吃的東西看起來 吃了實在心情也不好 吃美食心情會讓你變得很舒服 有時候會羨慕 讚美讚歎師傅 怎麼這麼厲害 我曾經到一個炒飯去吃炒飯 那個炒飯的師傅 因為我看他在那邊炒 一個鍋子在那裡 然後我就這樣 那個頭綁一個白金 怕可能汗流到 流下來 然後在那邊一直咬 一直咬 一直咬 炒飯在那邊炒 一直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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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鍋子搖了 這個夠厲害 一直咬 一直咬 然後忽然就一直這樣波動 波動 波動 一跳 然後又停一下 加位數 再加鹽巴 在那邊沖 一直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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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咬了 我看都累了 當他把那個炒飯放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吃一口 哇 真的 真的有夠香 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炒飯 那我就問他 老闆 你炒飯粒好好吃 你炒飯怎麼這麼好吃 老闆就跟我說 開玩笑 我用感情在炒的 我用甘情在炒的 當然不一樣 所以心中有一個信念 他要把這個炒飯做好 他要傳承以前媽媽炒飯給他吃的那種味道 他一樣把這個讚美的味道 很難忘的味道 給他分享給他的客戶 堅持那個信念 不然你隨便炒一炒就好了 這麼認真把那個炒飯炒一炒 你吃完之後 哇 真的是一輩子都難忘 同樣的 我們在股市裡面也一樣 每一個贏家他必定有心中遵守這個紀律 這個紀律是不能打破的 好 我們看一下 所以股市贏家能夠在長期裡面生存 他為什麼能夠成為贏家 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紀律在 這個紀律一旦被打破 那就鬼扯了 今天漲就說漲 明天跌就說跌 胡說八道一通 不是這樣的 好 我們看目前大盤的格局 這張圖是上個禮拜五天前 那我們看這裡跌破了這個封關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13天買進的籌碼全部套了 那我相信在這一天的時候 大家一定很羨慕我 一定很認同我 正好是解盤正準 把他講得這麼正確 這麼正確 不追逗單 這樣掉下來 好 這是上個禮拜我的位子 今天已經又過一個禮拜了 現在不在這裡 已經來到這裡了 上次畫這條線就在這裡 現在有這連上來 一 二 三 四 五 而經過了五天 目前在這裡 好 那這裡的位置這樣 到底要不要追多單 投資片 要不要追 很簡單 就是一個多空方向的判斷 那你的依據是什麼 這暗民會不會追 我不會追了 為什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大盤的第一條區域線 怎麼這麼短 不是在臨走附近嗎 你不想就跌破了嗎 丑盤線 動線 差不多 所以我們說看完這樣的格局 可是股價在幾乎在最高點附近 對不對 看完這樣的格局 我們說或許還有高點 但是操作紀律不容許我追多單 這是目前我對盤勢的看法 漲跌都一樣 我會堅守我的原則 不會去隨便 忽多忽空 不可能 我們要開始轉向的時候一定有個依據 好 那目前的依據很簡單 股權系統告訴我 這個地方是多頭沒有錯 可是非常非常的弱勢 上檔的賣出訊號也沒有克服 線也非常的短 所以這裡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 這個地方就不要追多單 這是我的看法了 我們看電子股 電子股你從週線來看 1 2 3 4 5 6 7 目前已經七週的盤整 看懂意思嗎 他已經盤整七週了 如果五天來講就七五三十五天 盤整了三十五天了 三十五個交易日人 我們把它看日線來看 目前在這裡比大盤落太多了 電子股的格局比大盤落更多 電子股這樣的格局 到底要怎麼研判 你看上檔一定有很多套老抽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切入股權系統 第一線比大盤剛剛的更短 更短更短 更接近零走 第二條也不強 第三條甚至跌破 上檔的賣出訊號依然沒有克服 所以我們說看完這個格局 我操作大部分空單都是放電子股 那時候這種格局怎麼可能買多單 當然是要反手放空 這是目前我對盤勢的看法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我的操作依據 知道你為什麼只看股神系統 因為股神系統每次都幫助我 它很少陷害我 準確度當然沒有百分之百 可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地方非常的脆弱 就站在懸崖邊 太陽漲一波上來 又站在懸崖邊 當然這地方不能再追多單 答案道理是很簡單的 好不好 我們看台積電 電子股龍頭叫台積電 你告訴我這對不對 當然不對 第一線跌破 第二線發生第三線跌破 上檔出現兩個賣出訊號 格局還是空方 這當然是不對 台積電佔大盤全值29% 你看多好嗎 不對啊 這格局不對啊 好 那我們說台積子公叫世界先進 今天發布的新聞 一月獲利 年增79% 說實在我看的這個比較迷惑了 為什麼現在三月十二號 為什麼發一月份的獲利 你應該發二月份的獲利 怎麼還發一月份的獲利 一月份跟現在沒有關係 好 當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看股價 股價怎麼在這裡 這裡是多少 四個月的低點 這格局對嗎 當然不對 那些三線轉空的 所以操作股票 你必須很客觀 不能這個 要有一個很正確的操作依據 心中一定要存在一個紀律 格局不對 你就是不能催多單 懂意思嗎 好不好 所以先轉空 好 我們再看聯電 聯電前兩天發一個新聞 創造了史上最旺的二月 那我們看完這個新聞的時候 股價應該在哪裡 理論上應該 對不對 最旺的二月嘛 那就是股價拉上來嘛 可是有沒有 有嗎 沒有啊 股價掉下來了 不是嗎 為什麼掉下來 兩個賣出訊號 趨勢跌破 籌碼淋亂動能不足 所以它的架構 多頭格局也破壞掉了 所以這種情形 發力多也沒有用 我們說在利空格局 在空頭格局發一個力多 就要一顆石頭丟到海裡面 你去海邊丟一個石頭進去 噗通就沒有了 沒有啦 後面就沒有啦 就是一吞而已 噗通就沒有了 空頭格局 力多是無效的 所以很簡單 這格局不對了 好 紀律 有頻有距的操作 才能談紀律 這要我們用股神系統來做依據 這叫紀律 這叫有依據 懂意思嗎 好的工具 能有頻有距 絕對不是靠直覺 在外面做國票不是靠直覺 好不好 紀律就是超盤者的 應該遵守的一個操守 不容許被挑戰 也不容許去犯規 弱勢了 空投了 轉空了 左弱了 賣出訊號出現 你就是要調節 甚至要出場 不能跟他開玩笑的 在股市中成功者 不管多 不管賺或是賠 都應該有一套 嚴格的紀律來執行 你覺得我講了對不對 這書寫在張愛媛的股市 以路第474條 這都早就存在了 不是今天突然拿出來講 這書早就有了 這就是我們應該要遵守的操作紀律 那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操作紀律 還是只是亂做一通 堅持用對地方叫做智慧 堅持用錯地方叫做固執 李先生說 老師我很堅持 我的操作紀律就是我很堅持 很好 那如果你買對的股票 堅持很好 那如果你買錯了股票 再堅持 小心 來 王家 二月營收 創同期新高 很好 股價 王家一月營收 事實也是同期新高 這麼好的營收 股價 你再堅持 已經賠五成了 如果高檔下來已經賠五成了 堅持看看 你看你會不會錢賠光 空頭格局沒有什麼堅不堅持 這叫沒有紀律 堅持固執沒有紀律 那就沒有用 走空你還是抱著他股價就賠五成 為什麼判斷他走空 股程系統很明確 就是空頭格局賣出去那一堆 老師這裡翻多 翻多下面沒有翻多 賣出去還是出現 也沒有長榮幫客服 所以這一段就是不能買 這段跌五成了 營收再好都沒有用 懂嗎 這叫做操作機率 我們不會是看一個人給你放一個消息 你就去買股票 那這就沒有操作機率 好不好 鳳凰 股價來到六年的高點 鳳凰不是旅行社嗎 旅行社不是 最近都沒有出國旅遊 飛機都剩下載貨運了 這麼少的班次 旅行社大家都幾乎都不出國 出去就管制40天 出國有什麼用 好 所以這時候 奇怪鳳凰怎麼來到六年的高點 營收不是衰退很嚴重嗎 對啊衰退94% 生意幾乎都停擺了 100個生意剩下 6個生意在做 94個生意停擺了 那你跟這麼大的營收衰退 天啊 那股價怎麼創六年的新高 你不要也看基本面有用 很多股票你看基本面是沒有用的 我現在給你看最明顯的例子 你看營收衰退這麼嚴重 股價偏偏創新高 你堅持也沒用 他營收衰退我就放空他 那你就被他嘎死 懂我意思嗎 好 到底這是什麼格局 我們看股權系統就有答案 翻多啦 三線翻糧 驅使翻糧 充滿一定都有充沛 所以你這段小放空可以 來到這裡三線翻多 你空單就要回補 不然你就準備被他嘎了 到底不就這麼簡單嗎 所以紀律跟工具兩個 是要加在一起的 有紀律沒有工具也沒有用 被固執 懂意思嗎 所以紀律跟工具兩個要結合 好 結合完你才能夠成為股市贏家 高手跟散戶有什麼差別 高手就是風險紀律利潤 利潤放在最後面 先看到風險 再操作遵守紀律 然後才會產生利潤 不是你眼睛只有利潤 然後就去衝 冒險 不是這樣 好 第一手呢 散戶拆一拆 賭一賭 搶一搶 最後呢 當然學會腳步完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個叫操作的原則 操作的紀律 你必須去遵守 好不好 系統加紀律 系統就是工具的意思 就是最佳的組合 沒有紀律沒有系統等於廢物 你光有紀律沒有系統是等於廢物 懂意思嗎 那有系統沒有紀律也是廢物 有紀律沒有系統也是廢物 這個597條 我放給你看 看有沒有早就寫好了 張老師你今天再拿出來 我早就寫好了 597 597條 爵士高手的養成好的操板工具正確操作觀念 嚴格遵守操作紀律 有沒有 有啊 就這一條啊 不是嗎 就這一條啊 所以這些東西是早就存在了 這個是不會變的 我們不會看到一點點波動 然後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就亂衝 沒有薄的股票我們不會去做 亂做亂衝絕對是不行的 當轉空弱勢的不要搶多單 這時候應該是避開風險 甚至反手防空才是正確的操作了 好不好 好 上次成交值排行榜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成交值排行榜 有哪些股票在台積電 聯電 半導體 鴻海 國劇 這是華新科被動元件 好 這個艾浦聯發科 這個IC設計 對不對 好 這個也是鴻海集團天域 好 敦泰 還有什麼 聯勇 這是IC設計 這個望宏 這個算快產記憶體 嘉陵 光學 陽明 長榮等等 那我們就把這些重量型的股票 影響排面最大的股票 看看他們的格局到底是多還是空 很重要 你這些股票如果空 那就要小心 來 好 我們看一下 台電講過了 空投格局 聯電也講過這是空投格局 聯發科 對不起 三線轉空 這是空投格局 好 聯勇 多頭可是很弱 第二線 第三線都在零左 第一線也不搶了 好 世新 這個也很弱 第一線都已經變短了 對不對 第三線也變短了 這格局都不大對 脈絮圓出現兩次了 艾浦 今天是764 張宇銘賣743 1月28賣掉 今天3月12號 會不會遺憾 不會 賺41%放到口袋怎麼會遺憾 沒有任何遺憾 賺多賺少怎麼會有遺憾 這格局搶不搶 不搶 第三線太短 張宇銘你有沒有再買艾浦 沒有 不會啦 你看這格局之後 我不會再追了 好 田律對不對 田律多頭格局沒有錯 可是抽麻線動物線太短 形成盤整 他已經盤一個月了 因為抽麻線動物線太短 所以這種情形我也不會追了 好不好 好 被動元件最近很多利多 被動元件利多對不對 好 那請問被動元件的格局對不對 來 國際龍頭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三線轉空了嘛 華興科也不大對啊 第一線太短 第三線也不搶 二線都很短 賣居然出現 這格局都不對了 好 七七星 對不起 疊四個月了 看到嗎 這格局完全不對了 所以你覺得被動元件很強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它很弱 好不好 好 南電PCB對不對 對 但是不強 第三線太短 動能不足 雖然一個多也沒漲 好 這個新興 今年發力多 功不應求 來 我們看一下新興歌曲 咦 怎麼這麼弱 第三線在零走 第二線在零走 第一線也在零走 上檔賣出訊號沒有克服 所以你看完之後其實心裡有底 這格局是不對的 懂意思嗎 好 華通今年發力多 去年獲利攀升配一塊半的股息 好 我們看一下 對不對 這股價是幾乎是五個月低點 這麼多的賣出訊號怎麼會對 它有沒有漲 這半年有漲嗎 沒有啊 所以你去買它 當然就不會賺錢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很明確 你看基本裡面利多也沒有用 那格局就是不對 不對你買它就沒有用 好不好 好 長榮海運股對不對 不對 三線太短了 你看盤很久了 漲不上去 陽明稍微好一點 但也不強 萬台是完全不對 因為TTA區間都轉空了 所以我們看完這麼多股票 這麼多主意 你知道成價值趴滿前面的 請問這些股票對不對 幾乎都不對 好不好 萬宏呢 一看就知道 這格局根本不對 一大堆賣出去 華房店三線都轉空了 好不好 敦泰有稍微好一點 但是對不起 我剛剛做一個模擬分析 第一條線 也會 未來會跌破 所以這種格局 我還是覺得它不漂亮 所以我們剛剛有很簡短時間 把成價值盤盤盤都看完了 最前面的股票看完 有很強嗎 沒有啊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是覺得追脫單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紀律 第六百條裡面有寫 這是最後一條最重要的 紀律性的操作 就是操作要有紀律 紀律性的操作 就是長勝的法則 你操作一定要遵守紀律 什麼情形可以做多 什麼情形不能做多 一定要遵守紀律 紀律性的操作 你操作是一個維持一個紀律 紀律性的操作 就是一個長勝的法則 所以我們今天告訴你 股市的長期贏家 他操作一定要遵守紀律 好 這是一個好朋友 傳給我的訊息 他說欣賞一個人 他雖然跟我認識很久的朋友 這個場場互動 傳一個好的訊息給我 他說欣賞一個人 史以言直 我趕快看看鏡子 這還沒有言直嗎 好像還好啦 至少看起來不會說 邪魔歪道 蠻正派的 史以言直 敬於才華 趙老師 你不但會解盤 而且你的觀念非常的正確 而且很會攝影 攝影我拿過全國攝影比賽 公開賽第一名 好 這個何宜性格 跟我算是何德來的好朋友 久於善良 他說張宜民的心地 非常的光明 非常的善良 常常做好事 幫助別人 忠於人品 人品也是正派 所以他說他非常喜歡我 發這個訊息給我 好 方向隊賺錢是必然 凡過來 那就賠錢一定是必然 好不好 每一次多空循環 都是一次財富重溫配 現在 後許不是最高點 但是離最高點也不會太遠 空間是非常有限的 上面的空間有下來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我當然就選擇空方了 每一次多空循環 都是一次財富重溫配 好不好 好 成為贏家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找到對的人 有沒有道理 古神系統 你可以輕鬆擁有 跟詐民輕鬆擁有 你喜歡操作的 你喜歡研究的 當然就可以拿古神系統回去看 對照一下利多 這個利多發出來 古神系統怎麼轉空 你千萬不要去買 這時候利多是要騙你的 你千萬不要去買 好你喜歡操作 你可以擁有古神系統 那如果你不喜歡 這個操作 或說沒空 我喜歡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就好了 我跟著你做就好了 那參加我們的 這個口訊內容就可以 好 你要擁有軟體 還是要跟著我們 Core訊座都可以 好不好 東森粉絲那一手機 少明要QR Code 少明要人加入我們的Lite 這是免費加入的 少明要人說 發訊息給我們說 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細名跟電話 有任何吃骨問題 一併留下來 時間交給主持人 更多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來繼續請張老師分析 歡迎回到掌跌密碼 再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我們昨天講到 直立的問題 直立是一個騙局 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你可能聽 除了我之外 不會有人講這樣的話 每個財經節目都是跟你講 直立立 直立立 現在的利息太低了 你把錢放在銀行 一年可能只有一%出頭的利息 非常的低 所以這時候大家想把錢 拿到有效的地方 這些會考慮直立的人 他們其實本身是 操作保守的人 但是他不一定有 很完整的財經觀念 因為這個問題 有很多大老闆問我 雨鳴有沒有什麼 直立比較高的股票 我可以放在那裡 然後可以賺個一年七八% 然後很安全很穩健的 我說沒有直立這種東西 為什麼 來 報紙不是都登有嗎 14檔直立超過7%嗎 對不對 報紙都登出來 那怎麼詐明你說沒有呢 那每個財經節目都在講 詐明你怎麼說沒有直立這種東西 大家想一想 直立立怎麼來 問題就來了 股息 我要配給你10塊錢 對不對 那你股價100塊 對不對 100除以10 那直立就10%嗎 那我配給你7塊 股價100 7除100 那直立就7%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這個股息 他什麼時候會配給你 你現在把100塊丟進去的 你希望他配給你7塊 直立有7% 好嗎 我7塊丟進去 我10塊丟進去 我10塊如果配100塊 配10塊就有10% 如果7%呢 7塊錢100塊的股價 那就有7%嘛 那問題是他這10塊錢 這7塊錢的股息 到底什麼時候配給你 很簡單 先開完股東會嘛 股東大會通過以後 然後再除息嘛 現在很多股東會 根本就還沒有召開 連融券最後回補都沒有 這個公司法規定 6月底以前 一定要召開股東會 雖然很多公司在6月下旬召開 比如說6月20號那就很簡單 往前推兩個月再加6天 就是融券要回補 那融券回補完 股東會開完 6月底開完 很多公司在6月底開 開完之後 股東會決定出息的日期 通常授權董事會決定 那正常就7月到8月嘛 配息的旺季嘛 投資朋友現在才3月 4 5 6 7 8 還有5個月 那你現在把100塊丟進去 投資朋友 你現在丟100塊進去 你為了配息對不對 你為了配7塊配10塊的股息 你這一百塊丟進去 還要等5個月 5個月後的股價還是100嗎 搞不好剩50 那你配了10塊 股價賠了一半 你這邊配10塊股價賠了50塊 請問你的直立有多少 你告訴我 你賺到錢了嗎 那你能夠忍受這麼長的股價波動嗎 你是個保守投資人的時候 你才講直立率嗎 結果這麼長期的股價波動 你怎麼忍受 萬一疊下去呢 你7%還有嗎 你7%就沒有啦 懂意思嗎 有了你配到7塊錢沒錯啦 可是你可能股價賠30塊了 那你有賺到錢嗎 沒有啊 賠了富人又折兵了嘛 所以這時候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 就來跟你談直立率 世界上沒有直立這種東西 沒有 為什麼 因為股價會變動 懂意思嗎 我們說現在3月 等配息可能還要5個月 5個月後的股價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還談什麼直立率 不是嗎 那直立是什麼 你是配了息 除了你的投資的成本 那中間有什麼 中間有股價波動啊 懂意思嗎 股價一波動 把你100塊可能跌到70塊了 那你還有什麼直立率呢 你配7塊賠30塊 有什麼直立率 沒有直立率嘛 騙人的啦 懂意思嗎 我昨天講到陳宏 現在跟你講他賺了多少錢 我賺10塊不代表一定要配10塊 叫配息 配很少 像陳宏這樣 賺23配5毛 很可惡對不對 那事實發生 在民國2011年發生了 所以賺多少 不代表他一定要配你多少 這兩回事 就直立很深 說得出來就是沒有直立這種東西 好不好 蔡愛明節目時間有限 沒辦法講太深 有問題你可以達到我們公司 我會詳細跟你說明 時間交給主持人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也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介 分析的各別有家正確 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的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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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